画面中可以看到整条道路严重破损 凹凸不平 甚至还有滚滚水流就像小河一样 根本无法通行 另一边更夸张 道路布满沙石几乎全毁 强大水流不断向下冲 没几公分的距离 旁边就是悬崖峭壁 这里就是台七线通往明池山庄的道路 台风外围环流带来强风暴雨 好几条道路中断 而明池山庄就有为员工徒步冒雨下山 沿路拍下这惊险状况 这个这个有吗 树木全都东倒西歪 电线被扯断 路面几乎被土石掩埋 还形成小瀑布 不止汽车无法通行 就连徒步行走都相当危险 而目前相关单位也掌握台七线 现在的状况正全力抢通当中